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疫情放缓 不少朋友已经展开了外游计划 我们的行政长官都不例外 不过他不是去放假的 而是去公港 不少人去公干的时候 都会趁公干期间休息一下 顺便多拿几天假 就在公干的外游地方逛一逛 以往我都很鼓励同事这样做 能够充电 对同事自己也好 对机构也好 也是有益的 特别又能够增广见闻 不过我想我们的特首 就没有这份行情去做这件事 这个星期六特首李家超 将会是率领商业贸易代表团 一行几十人 浩浩荡荡荡 很有气势出访中东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中 都已经是展开了他的中东非洲五国行程 他的第一站都是阿联邮 我们又可以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 中东其实是指哪里呢 中东地区就是繁止在地中海东部和南部的区域 从地中海东部到波斯湾的地区 而阿拉伯半岛就是中东的其中一部 阿拉伯半岛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半岛 而杜拜、阿联邮和沙特阿拉伯 就是位于这个半岛之中 今次特首率领的商业贸易代表团 主要的就是到访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邮 这两个大产油国 向当地的领袖要讲好香港的故事 还趁这一次的到访 去探讨一些合作的商机 宣传一下我们香港 在营商方面有多大的优势 据了解 代表团是会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邮 逗留大约是整个星期那么久 行程都是很紧臭的 会去到访杜拜、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等的大城市 期间高官都会出席当地的一些投资论坛 当然会发现 一说到杜拜 大家在路里面浮现出来的一个标签就是 土豪、帆船酒店、中旅人工岛 完全是用钱堆出来的 和全世界最高的哈里佛塔 这些全部都成为了杜拜的一种标记 亦可以说是富豪奢华生活的一种象征 但其实杜拜只是属于阿联邮的游长国 而这个游长国的首府是叫做杜拜 因此杜拜虽然是阿联邮最大的城市 但只是占了整个阿联邮一个很少的部分 是不足以代表阿联邮的 甚至也不是阿联邮的首都 阿联邮的全名是阿拉伯联合游长国 顾名思义 这个国家是由不同的阿拉伯游长国联合组成 阿联邮包括阿布萨比、哈尔加、杜拜、阿吉曼、 富吉拉、欧姆古温、哈尔马国七个游长国 奉行的是联邦君主制 游长国有自己的独立行政权 但在外交和军事上全国都是统一 阿联邮的首都在阿布萨比 特首都会去的 而现任的总统也是由阿布萨比游长国的游长担任 甚至于沙特阿拉伯 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哥 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半岛面积最大的国家 石油的生产量也是全球首屈一指 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甚至有望成为全球最大宗IPO 加上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友 在国际舞台上大家都非常关注他 2017年卡塔尔断交风波 沙特在当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除了石油以外 外界对沙特的谈论最多的 就是当地逐渐解放的限制 他们现在的王柱 薩勒曼掌权后 他只是年仅32岁 当地推行了很大的改革 包括有全国第一间戏园 推翻女性驾车禁令等措施 中东的势力受到触目 其实首先是来自油圆 油圆的英文就是PetroDollar 即是由Petroleum石油和Dollar 美金两个字结合而成 简单来说就是指橙油国 透过出售石油所赚取的收益 那就是由于油圆 1970年代有石油危机 油价大升 橙油国赚取了很多外汇 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教授 Ibrahim Omeyes 在1973年发明了油圆这个词语 用来描述这些庞大的资金 以及这些资金所衍生的经济现象 如果我们细看中东的市场 就会发现到这里其实是潜藏着 很多多样化的产业商机 杜拜的物流业、观光业、商用不动产等等 近年都吸引了境内的资金大举投入 这些产业的发展可以留意的是 中东国家不单止只会产油 亦都开始善用油圆转化为内需的经济 目前中东国家的商机 除了来自大量的油圆收入之外 和内需的双重动能之外 还有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去推动国内的基础建设 多年来产油国将油圆投资在环球资产市场 有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 还有挪威食油主权财富基金等等 都可以牵动到资产价格 港府对这次行程很重视 很多高官是倾巢而出的 包括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环 那当然是关他事了 财经事务局及库务局局长许静瑜 还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坤都会随存出发 我想如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不是忙于编制财政预算案的话 相信他都应该会再去一次 不过这次就不麻烦他了 要留守特区政府的大本益 在政界方面 包括有行政会议的非官首成员陈青霞 还有有财金报警的立法会议员去参与 商贸代表都很鼎盛 简直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姚家超 据了解 港府最初和亚联邮当局商讨中东之旅的时候 香港这边已经列出了一些人士 包括有贸法局主席林建岳 基管局主席苏习光 香港总商会主席阮苏少薇 和科技员主席查威超等猛人 到后来你看到原来中东国家最感兴趣的 始终都是香港的金融业发展 特别是资产管理的最新近况 根本不是很意外 因为近年来的金融业发展得很快 尤其是在家族资产管理方面 油黄、巨股对相关的服务需求很大 中东的主权基金都渴望能够为资金 找到新的出路 今次特区政府 劳斯动众率团到访 希望能够把握机遇 踏通天地线 长远可以为香港引入活水 将来油缘或容缘不绝地涌入 那我们就像我的朋友 华士斋 因此港府立刻向银行家发出邀请信 希望顶级的银行家都可以抽些时间出来 参加中东商贸团 帮忙唱好香港的故事 中东国家有那么多资产 自然对这方面的兴趣会比较浓厚 一早就应该想到 各大金融机构当然乐意同行 据了解汇丰和渣打 很多大的银行都会派高层出席帮手 港交所行政总裁欧冠昔都在名单里面 财金界众声拱致下 令到商贸代表团更加大气势 特区政府今次的代表团名单 是经过精挑适选的 要小心在哪里 就是要小心在香港商界不同的板块都有代表 就不想在倾斜任何一方 大家是否很期待 今次特首回来的时候 会带给香港多少生意 很高兴 神经 发神经 你瘋的 当人不明白不了解的时候 就会说一些说话 曾经有一个中学同学 我刚给完赛 拿了奖 他就说 我哥哥说 你赢是因为老师同情你 你唱得不好听 帝平 帝平坐在这里 我叫阿平 你为什么加多个字 我很生气 登口人当然是寄登口碗 其实我第一次 就是当我知道到 我自己患了情绪病 失了方向 很迷惘 还有开始有自杀倾向 我第一次坐牢 有一次在街上 和一个姐妹 走走走被警察自注查 搜到她的身份 又包白粉我 好像心想挂个佣字 好 我帮你承认 就判了我去坐牢 第一次的创业经历 我在善导会成功 申请了一个创业基金 就用了里面的资金 去做一些租工作室用的费用 现在的我 我如何形容我自己 这是一朵太阳花 透过善导会的社工门 给我一种啟迪 善导会都透过不同的方法 去帮助我认识自己 例如一些音乐治疗 艺术治疗 以及一些戏剧治疗 感恩和火凤凰 是形容自己 吸毒 导致就要欠拐掌 做行 直到我很感恩 我认识到善导会 有一次善导会 就搞一个剪法班 就帮我们的老友记 剪头发 甚至有些外面的街坊 我都会帮他们剪 我吃白粉 吸毒的时候 是迷失了 来到善导会 就找回我自己 我在善导会十多年里 是我一生人最开心的日子 善导会对我来说 就好像一个灯塔一样 我就好像在大海里面的一个船 就自己很航行 善导会提供很多不同的课程 有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士 分享他们的经验 就让我 在一个零经验的情况下 都知道应该要怎样做 不会这样迷茫地起步 我的词语就是自在共用 今天我们都有限制 其实我经常都说 每一个人都有限制 如何在一个限制的里面 去包容到别人 建立一个美丽的社会 有人跟你一切同行 是很重要的 善导会也会不停 去更新我的状况 不是说 完了计划就没有了一件事 善导会给了个机会 我们身份转化 从而出来 每天帮助我们的同路人 真是很感谢善导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